立冬,是冬季的开始,代表着大地的生机开始必须,万物进入收藏修养的状态。 在这个节气里,我们需要注意一些养生的方法,以保持身体的健康。 一立冬三不睡三不做三要吃,以下是立冬养生的三不睡,三不做三要吃。 一立冬养生的三不睡,一头发不干不睡觉,头发不干就睡觉,容易导致感冒和湿气入侵。 在一天之中,午夜十分是人体阳气最弱的时候,经过一天的消耗,人们很容易感到疲惫。 如果睡前用热水洗头,扩张的毛细血管会受到外界的刺激,头部的阳气遇到寒冷就会凝结,从而使机体受到风寒。 二,不带心事睡觉,心事会扰乱睡眠,导致失眠和神经衰弱,皮主运湿,思虑过重会损伤脾胃的运化功能,导致湿气急剧。 三,不过子时睡觉,子时是指晚上11点到凌晨1点,这个时间但是胆经当令,如果过了子时还不睡觉,身体的状况会越来越差,部分人会暴斗,皮肤也会变得很差。 因此,我们应该在23点之前入水,以保证身体的健康。 二,立冬养生了三不做。 一,不洗冷水澡,进入福天后,很多人会选择洗冷水澡来降温。 然而,立冬后应该避免洗冷水澡,因为冷水会刺激皮肤和血管,导致身体受寒。 二,不做剧烈运动。 立冬后,应该避免剧烈运动,以免过度消耗体力和氧气,可以选择一些温和的运动,如散布、瑜伽等。 三,不吃含粮食物。 立冬后,应该避免食用过多的含粮食物,如西瓜、冰淇淋等,这些食物会损伤脾胃的氧气,导致湿气积聚。 三,立冬养生的三要吃。 一,要吃温热食物。 立冬后,应该多吃温热的食物,如羊肉、鸡肉、牛肉等,这些食物可以温暖身体,增强身体的抵抗力。 二,要吃黑色食物。 黑色食物入肾,如黑豆、黑芝麻、黑木耳等,这些食物可以滋养肾脏,增强肾脏的功能。 三,要吃温热的粥。 立冬后,应该多喝温热的粥,如红枣粥、山药粥、南瓜粥等,这些粥可以温暖身体,滋养脾胃,增强身体的抵抗力。 二,立冬做三件事开运。 一,穿颜色鲜艳的服饰。 天冷水寒、熄火。 适当地多穿点鲜艳的松软类衣物,或者家里多点生气、多点色调。 五行上,也会调节你的五行气场,对你的运气有帮助。 另外,适当的户外活动,晒晒太阳。 因为进入冬季是阳气衰竭的时间,一定要趁着有阳光的时间,尽可能地得到一点阳光赋予我们的阳气。 对身体、运气,都会有帮助。 不要宅在家里自我封闭,适宜地与朋友聚会。 能让你的气场、磁场、能量得到综合,也能让你的信心更足,有利你的运气。 二家中摆放鲜花,当天家中仪放鲜花,代表迎来能量,可以改善冬天凋零与萧色的运程,也可以赶走光棍魔咒,花的种类不拘,颜色以粉色、红色为佳。 但若用玫瑰,记得要将刺剔除,以双树为佳。 三摆放橘子和橘皮,橘子是冬天盛产的水果,血应有吉祥之意,在立东当天摆几颗橘子在客厅,可让人生气蓬勃,为运时转换招来好兆头。 可在立东当天将橘子皮包围酒片放在家中各个角落一周,若橘子皮没有干燥,就表示该储尸器过中或是气场不佳。 需特别打扫点储尸,一周后橘子皮清除。 三立东的讲究,一,是宜进补,立东后,天气寒冷,人体的新陈代谢减缓,需要摄入更多的热量来维持身体的正常运转。 因此,人们可以适当增加一些温热性的食物,如羊肉、牛肉、鸡肉、韭菜、核桃、桂圆等,以补充身体的阳气和营养。 二,注意保暖,立东后,天气寒冷,人们要注意保暖,尤其是头部、胸部、腹部和脚部等易受寒的部位,外出时要穿戴保暖的衣物,避免受寒。 三,适当运动,立东后,天气寒冷,人们的运动量会减少,但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,增强身体的抵抗力。 三,适当运动,可以选择一些室内运动,如瑜伽、太极拳等。 四,保持心情舒畅,立东后,天气寒冷,人们的心情容易受到影响,出现抑郁、烦躁等情绪,因此,要保持心情舒畅,避免过度劳累和情绪波动。 四,立东的禁忌,一,继日晒过长,过久的日晒会消减人的水五行,减少财运,在健康方面,会损伤皮肤,破坏人体的自然屏障。 十大其中有害的化学物质,微生物侵袭人体,造成感染,还可引起势力减退。 二,继活动过剧,剧烈的运动过后心跳容易加速,血压升高,这个季节里特别容易发生危险,所以最好立东过后一般人不要选择剧烈运动。 三,继外出过早,冬季的早晨,室外是一天温度最低的时候,不仅外出最易引起感冒,而且阴气比较重。 飞上班人士最好选择上午十点以后到室外锻炼,上班人士注意天衣保暖,调节运势。 四,继洗浴过长,冬天阴气比较重,立东后洗浴过长会削减人的阳气,并且冬季空气干燥寒冷,许多老年皮肤干燥脱泻,臊痒,所以不宜长时间泡在水里。 五,继小级不治,立东后天气寒冷,人容易抑郁感冒,咳嗽,头疼,心慌等小级,又是在冬季,必须及时治疗,以防患于未然,不要因为一时疏忽,就积累下老毛病。 立东过后,天地间的阴阳之气会发生变化,五行也会随之受到影响,随时,天气变化无常,气温波动较大,需特别注意防范火灾河水灾等灾害,同时,命力方面也需要注意调整,以适应季节的变化。 立东是冬季的第一个节气,代表着冬季的正式开始,在立东之后,天气会逐渐变得寒冷,阴气也会逐渐旺盛,因此,人们需要注意保暖,以防止寒气清洗身体,同时,立东也是一个重要的节气,它标志着阴阳交替的开始,人们需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心态,以适应季节的变化。 在五行方面,立东过后,水的力量会逐渐增强,而火的力量则会逐渐减弱,因此,人们需要注意防水和防火,以确保生命和财产的安全,同时,立东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,它可以影响人们的命运和运势,因此,人们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命力,以适应季节的变化,从而获得更好的运势和命运。 总之,立东是一个重要的节气,它不仅影响着自然界的变化,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命运,因此,人们需要注意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心态,以适应季节的变化,从而获得更好的生活和命运。 立东已至,几害月开启,八字袭几害者,好事连连,反之,责倒霉不断,立东过后,冬季来临,五行水旺,西水,喜目者运势亨通,寄水者举步为奸。 运势虽好,亦虚心态,管理情绪,至关重要,立东过后,年末将至,运势既定,无法更改,但可趋利避害,人定胜田,学习情绪管理, 加强自我修养,约束言行,适度发泄,可改善运势,必不利之事。 立东已至,天寒地冻,保暖为重,色彩单调,难免压抑,心生负面,衣物天才,鲜艳明亮,生气勃勃,运势提升,红色绿色,家中点缀,赏心悦目,心情愉悦。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,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加订阅,我们下期见! 本期的内容